生活无处不太极 享受太极 享受生活 我是太极飞飞 今天给朋友们聊一聊 战装 战装历来为中国 各门各派 内加功法所重视 各门各派都讲究 战装 俗话说 练拳 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所以说我们通过正确的练习战装 可以达到强筋 肩骨 去病炎炎的效果 战装时 虽然身体 姿势 外形上看不到肌肉的收缩 肢体 也没产生 余味是吧 但战装时通过特定的 姿势和 精神的意念的引导 可以使全身肌肉 用尽得到一种新的有序调整 全身的血液循环 能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 我们体内的脏器官之五脏六腑的功能 战装锻炼 主要目的在意强健筋骨和充实五脏 我们在战装的时候 把身体拉直 是不 居住一正 就会带动五脏的位置的回归到自然的一种状态 如果元气有损的就会自我修复 如果健康 它就会更加充实 身体有巨大的自愈能力 这种能力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世界所有的医药的能力 也比不上人体的自身的自愈能力 医药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帮助人体去除一些障碍 然后人的自愈能力就会让人恢复健康 占养生庄 为何呢 去病延年呢 主要有医下 这几点 第一呢 陪本雇员 扶住阳气 第二个呢 疏通经络 培补气血 第三个呢 站桩 出汗 排食 排寒 排毒 通过这种方式 一定会让你产生足够的阳气 来冲击你的经络 让你的经络得以疏通 身体就能够逐步恢复健康 站桩 练习到一定的程度上 我们身体就会自然产生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头脑呢 是不是也清爽了 病状也消失了 精神呢 也振奋了 四肢呢 有力了 全身都轻松 但是呢 站桩姿势一定要正确 此外呢 在站桩姿势正确的前提下 自己用功 努力 续战 坚持 都会受到良好的效果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 网友们评期留言 关注我 但以学习 装功 站桩 太义权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